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摄法是心法和心所法所显现的影像 所以它在版法里面的定义叫做二所现影 二所现影也就是心和心所的影像 我们前面讲过每一个心生起它有四分 当然也有三分的说法 也有两分的说法 当然这个是分的一个详细和简单的问题 其实并不存在矛盾的问题 这个四分里边其中有个相分 这个相分也就是色法 相分 所以相分 因为这个相分它是自证分所变现的 自证分的心 当它在心生起的时候 自证分很自然地会显现出见分和相分 见就是看到见的心的作用 相分就是显现在见分上的 显现在自证分上的影像 当我们心产生作用的时候 我们看到桌子就是一个桌子的影像 看到环子 我们会看到一个环子的影像 这个影像就是相分 这个相分就是色法 这个色法通常就是包含着显色和形色 显色就是颜色 我们对这个色的结束就是两个方面 一个就是它的颜色 红白 我们清环红白的颜色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形状 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形状 长短 宽颜 那色的本身它的地秘 从它本身的定义上来说 它有形状的意思 有形状的意思 就是色的这个概念 它从本身的定义上来说 它是具有形状的意思 同时也具有变坏和变化的意思 有变坏 变坏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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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有体积的话 他跟其他有体积的东西 他就会告成一种障碍冲突 你看这个地方你换的桌子 你就不能再换别的东西 你就不能再换油脂的 所以他就有制爱 有制爱也就是不可以占地方 这是摄的地域 那么摄在这个论典里边 它有指广义的摄和狭义的摄 广义的摄 比如说无印里面的摄印 就是一些物质的现象 都是属于摄的换套 都是属于摄法的换套 狭义的摄就是指的 就是眼睛看到的 比如说眼根所缘的 境界 摄境 称为摄 那如果从广义的摄来说 生啊 香啊 味啊 都是属于物质的换套 都是属于摄法的换套 所以摄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那么现在我们这个白马里边 讲到这个摄法一共有十一种 六有十一种 这个十一种也就是五根 五进 五根 就指我们身体上 在表现在我们身体 摄身里面的摄法 那么第二种是五根 就是眼耳鼻舌身 那么第二种呢 就是五根所缘的对象 那就是五成 就是舌身相畏处 就是五成不尽 然后还有一种呢 就是我们的意识所缘的设法 意识所缘的设法 这种设法叫做法处所设设 所以法处所设设 意根所缘的对象就是反 设设一相畏处 它所缘的就是反 所以这个设法 大体就是有这么十一种 那么这个十一种呢 它不爱乎还是 就是聪明有情 就是我们的摄身 根身 以及我们根身所缘的对象 那么它的 这个设法的基础是什么 设法的基础是世大 能造的是世大 必随所尽 也就是由这些 这个物质的严肃啊 由这些物质的严肃 这个物质的严肃在佛调里边 就是用世大来说明 比如在我们中国古代 可能会用五行 金木水火土啊 那我们国调呢 用的就是世大 那世大 由这个世大 世大是能造 那么这个耶尔比特生意 摄身小秘术法 这就是索造 比如这些基围 比如说由这些基围合和在一起啊 它就会造成各种各样的物质的形状 那么关于这个基围 比如说物质分到最小的元素 就是叫基围 这个基围到底有没有一个实体啊 有没有一个不可分的基围呢 关于这个问题在佛教里边啊 这个有不同的说法 比如像有物啊 他就认为有这么一个 像当时印度的其他宗教啊 他们认为有一个可以再分的基围 就是不能够再分的 就是物质分 你一直分一直分 他会他有一个计算 有一个数学上的计算 分到最小了 他有一个基本单位 就是不可分的 那么如果在大常佛教呢 像为始终呢 他就认为没有不可分的基围 没有不可分的基围啊 这个基围还是可以分的 为什么可以分呢 作为一种物质现象的存在 就是说你说基围不可分 那么我现在问你 你说这个基围有没有体积 有没有形状 这个不可分的基围啊 有没有形状 有没有体积 有 那肯定有哦 你既然是做一个物质的存在啊 他肯定是有体积啊 那如果有体积的话 那么他说明他还有六个画面 东西南北 上下 如果六个画面的话 他还是可以分的 那么这样就可以无穷无尽地分下去 没有不可分的东西 因为没有自信啊 这个大常佛法 他冠上的一个思想就是没有自信 没有自信就是任何 没有没有一个不变的 没有一个不依赖因缘产生的 如果依赖因缘产生 他总是还是可以分的 总是还是可以分的 那么就是能造 这个能造的这个物 这个就是这个设的各种设法的存在啊 其实他还是没有没有自信 但是能造的大比达 他有这个四大 有四大合成的 然后造成各种这个设法的差别 那么我们接下来就是分别说明 就是这个每一种设法 一 眼 眼就是能够见的意思 眼就是反语啊 反语以后我们中国话来就是大概是能够见的意思 他能够见什么呢 就是能够 能够去认识 能够去见啊 这个色的境界 能够去见色的境界 他就能够见这个色的境界的功能 能够把这个境界啊 这个 他就能够见的功能 当然 佛教里面讲到这个 就是这个见 比如说讲到这个五根 你要比达身啊 五根啊 它有分为两种 一种呢就是气光 叫做呼尘根 还有一种呢就是叫近色的根 我们平常呢以为就是能够见的是属于这个器官的作用 但佛教认为能够见的这个根啊 不是属于器官的作用 而是 而是有一种根叫近色的根 自我肉眼看不到的 那么现在可能这个从医学上来说 应该说 是不是有相当于 这个眼的这些 属于神经啊 还是属于一个什么样的见的形成啊 不计是属于这样的一些东西 能见 能见的是属于近色根的作用 而不是属于这个 不成根 不成根的作用 所以就是说眼 所以能见就是眼根里面有一分近色 所以在佛教里面把这一分近色又叫做生意根 是真正眼能够产生见的作用呢 最关键的东西 那么耳呢 就是能闻的意思 能够闻声音的意思 就是能闻声 能够不断的去闻声 这个吸烧声音 它能吸烧声音 能够闻声音 那鼻呢 就是能嗅的意思 能够嗅香草 能够不断的去嗅这些香草啊 这个鼻的含义的作用 食呢 就是能嗅的意思 舌头就是能嗅 能够嗅这些味道 能够出饥渴 还有什么作用啊 除了吃饭还有干什么 还有说话的作用 除了吃饭还要说话 那 食 然后呢 身 身就是 身就是有积极的意思 身就是有众多的 它可以积极众多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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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呢 也有鼻子的身啊 所有的这些羹啊 都是一体我们这个色身 都没有离开我们这个色身 所以身 身是有 能够积极 能够积极很多 这个 就是这些羹啊 在一起 所以成为身 身的意思 所以这个身啊 身羹啊 它是 它是眼耳鼻舌 是个羹所移植的 所移植的 所移植的 那什么叫羹呢 不羹 为什么眼耳鼻舌 身叫做羹呢 羹就是有出生和 真上的意思 它可以作为 它能够 因为有了这个羹啊 所以才能出生眼直 同时它又可以作为眼直 认识境界的一种真上眼 真上的作用 因为有了这个羹 所以你才能够 你才能产生眼直 因为有了羹啊 你的眼直 才能够对事物的这种 分辨 了知的作用 所以羹呢 就有出生和真上的意思 这个是第五种 第六种 叫做色 这个色 就是指色 色层 或者叫十八界里边 叫色界 色处里边 叫色处 叫色处 那么这个色处就是眼根 所起的境界 是眼根所起的境界 这个眼根所起的境界 这个色啊 有二十五种 有二十五种色 当然这个二十五种色 还是包括 显色啊 行色啊 比如想 清环次白 长短 荒 言 出 细 高 低 正 不正 光 隐 明 暗 焉 成 凝 雾 这些色 我们大家都很出息 还有呢 就是准色 什么叫准色呢 就是非常远 非常远 非常远的 就是 你看去的颜色 还有空一显色 空一显色就是西空的颜色 比如你看到这个 这个空空的颜色 天之参参 其正 这个 我们看到参千的 天上的颜色 就叫空一显色 是那种蓝千的 颜色 颜色 那么这些颜色呢 主要是指 翻出 视线的颜色 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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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认识色的境界 认识色的境界表示通过颜色 那么第七种就是生 这个生也还是师大人所造 是耳根所起的境界 是耳根所起的境界 那么这个耳根所起的境界 根据五音来建议大概十二种声音 五种原因 第一种原因就是相 就是这个耳根 总的说明这个生 生的特点 生的特征 生的特征就是由耳根所起 因为它是耳根所起 所以称为定生 那么其次第二就是根据这个声音 对我们人 对我们的身体所产生的一种损合意 损失或者利益 建立三种声音 这个三种声音就是 可以的声音 不可以的声音 即相为的声音 你听了觉得很喜欢 那就是可以的声音 你听了不喜欢 那就是不可以的声音 那么还有一种声音呢 就是既相为的声音 就是它既说不上可以 也说不上不可以 就是喜欢的声音 不喜欢的声音 和说不上喜欢 也说不上不喜欢的声音 根据神称 根据神秘差别 建立三种声音 第三就是根据音的差别 建立三种声音 音的差别 就是发出这个声音 它的这个音 这个音有三种 第一种叫做音直哨大种 直哨大种 就是指友情 直哨就是有实在直哨的大种 有实在直哨的这个大种 就是有情 有情画出的声音 比如我们说话的声音呀 唱歌的声音呀 都是属于有情的声音 第二种呢 就是音不直哨大种 没有有情 实在直哨的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生命体呀 我发出的声音 比如说树风吹的 这个树的树瓣的声音呀 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 实在直哨的大种 第三种声音呢 就是音记大种 就是有情跟无情 结合起来发出的声音 比如我们在敲鼓啊 在敲目仪啊 这个就是有情跟无情啊 结合起来发出的声音 那么第四类呢 就是跟进说差别 有三种声音 跟进说的差别 就是言 同样这个言啊 这个言说的内容不同啊 说的内容不同 便利三种声音 这个三种声音呢 一种就是世俗人的 世所共存的声音 就是世俗人 世俗人的表达的声音 世俗人聊天啊 消聊啊 说一些没有用的话 世俗的声音 那么第二类呢 就是成所隐身 就是成就了人 所证的这个真理啊 之后啊 所说的声音 对就是圣言的声音 第三类呢 就是便利所支声 就是外道的声音 外道的声音 那么第五呢 就是言差别里边 同样也有三种声音 就是这个圣言量 圣言量所在来的声音 就是这个声音啊 有这样的差别 有这么多种差别 那接下来就是讲这个香 这个香 这个香就是彼此 彼此所言的境界 彼此所起的境界 就是香 这个香就是可嗅的意思 可嗅 可以对彼此嗅 这个香有六种 第一种就是好香 二香 平等香 寄生香 合格香 便利香 好香 就是对身体有好处的 你闻了这个香啊 对你的身体健康有好处的 所以我们烧了这些糖香啊 清香啊 二香 就是我们外面烧了那些 这种方法里边 这个香烧给菩萨考考还行 这个香也不算闻了 你实在是 当时他也是难过啊 二香 就是对身体没有好处的 闻了这个香 跟你身体都没有利益 这个香就是二香 平等香 就是说不算好 也说不算二 这个香叫平等香 第四种呢 寄生香 这个寄生 就是 比如说像糖香 它就是树上 就带着这种香 这个树长出来 它本身就 就就具备了这样的一种香 这种香叫做寄生香 那第五种呢 那第五种呢 是核核香 核核香就是 就是一些原料合在一起啊 然后 然后才能够香 就是用核核的之后 它能够香 比如很多香水啊 它可能都是通过这种原料 合在一起啊 它能够香 还有变异香 变异香 变异香 就是水果熟了之后啊 熟了或者辣了 发出来的那种香 当然也包括它臭了 比如臭豆腐 它也是一个变异香 因为豆腐本来是不臭的 结果就这么搞了之后啊 很臭了 这叫变异香 就是变了之后 变异之了之后 变异之了之后啊 所产生的这种香味 这个是第八种 第九种就是胃 这个胃就是舌头所起可缠的意思 它是属于舌根所缘的对象 这个味道一共有十二种 有十二种味道 就是苦的味道 酸的味道 干的味道 干是甜啊 是不是啊 还有就是辛 就是辣味 还有咸的味道 淡的味道 这个六种其实应该是一个比较 比较基本的味道啊 那么后面还有又种 可以的味道和不可以的味道 可好 可以就是可好 不可以就是不可好 即香为说不算可以 也说不算可以 也说不算不可以 即香为的味道 然后就是寄生的味道 寄生 就是本身就是具备的味道啊 我刚才评论 比如有很多水果啊 它散过来 它本身就是具备的这种味道 和和和的味道 因为炒菜就是天天都是和和的味道 我们天天吃和和的味道 是加油啊 醋啊 辣椒啊 和和的味道 还有便宜的味道 就是变质了之后啊 比如那个换菜换的时间 酸了 或者坏了 便宜的味道 这个是味道 第九种 第十种 就是醋 醋就是 我们讲的这个醋啊 前面在新锁里面也讲到醋 那个是能处的心处 能感觉的心处 现在这里讲的处呢 是所处啊 是我们六根 或者我们的心啊 所处的 尤其是身根啊 所处的 这个定界 所以处有能处所处 能处是偏向于心的这方面来说的 所处是偏向于近的这方面 能够让我们产生的这个感觉 那么这个处有二十六种 就是这个所处的定界有二十六种 就是地随火魂 这个四种是基本的啦 就是在处的定界里面 这个四种是有实体的 但是其他的 基本上都没有实体 都是建立在这个 离开这个四大 其他所处的 当然都了不可得了 离开地随火魂 基本元素 这桌子是什么 我们说冷啊热啊 都没有离开我们这个四大 四大的基本元素 所以地随火魂 轻重 轻的感觉 重的感觉 轻重 摄 滑 缓 缓 急 冷 暖 硬 暖 饥 可 老 力 热 闷 痒 脏 老病死 瘦 这些东西 都是建立在四大的 金属上 产生的 身体上的 身体上的 各种各样的感觉 各种各样的感觉 和这个环境 一个是身体上的感觉 一个是我们的身体 接触环境的过程中 产生的各种感觉 那这个感觉呢 身体接触环境 之后你产生的感觉 那么这种感觉啊 事实上啊 这个 它也还是 没有离开我们的身体 那这个触是我们身所原的境界 那么最后就是 法触所设设 法触所设设 就是属于意识所原的境界 这个意识所原的境界呢 它有 有五种 第一种叫做极准设 就是非常非常有 我们往天空看啊 非常非常地演 这种颜色 还有呢 我们往地球底下看 啊 有没有办法往地球底下看啊 还没有这个本事啊 可能要趁着地球想要往地球底下看 其实我们可以就观想 地球在太空中 地球底下一定是无尽的太空啊 你往天上看一看 然后必须眼睛再往底下看 你会感觉到这个底下也是无尽的太空 也像这个 也像这个狼蝎一样 是无尽的 这个能够把这个应用好 也是有很好的观说 唱歌 就是 这种颜色 环西空看 就是 这个颜色啊 这是有极准设 它是有颜色 很遥远很遥远很遥远的颜色 第二种呢 就是极热色 就是 这个极热色啊 这个极热色也不是我们用 不是用我们的眼睛去看到的 我们要知道我们要讲的这个意识的颜色啊 它是要用我们的意识识为 用我们的意识识为 极热色 就是把这个物质一直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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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分析到最小的颜色 这是叫极热色 这个色你们眼睛看得到吗 看不到的 但你可以用想象 那么第三种呢 就是 少所隐色 少所隐色 就是你少戒了之后 你所得到了那种戒体 少戒了之后 你所得到的这种戒体 这叫少所隐色 所以它也是一种精神的 通过对这个法 在少戒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种无表色 还有第四种呢 就是便记所执色 便记所执色 这个便记所执色 就是我们的意识在认识境界的时候 所产生的一种 我们认识的不是认识的这种真实的影像 而是我们的主观上所显现的一种形象 这种主观上所显现的形象是加上 是介入我们的形式呀 介入我们的经验呀 介入我们的思维呀 所套现的一个形象 也就是比如说像情人眼里出西施 那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便记所执色 便记所执色 这是便记出来的 你看到哪一个人 你觉得你恨哪一个人 你怎么看他都不顺眼 越看越不顺眼 我们这个书上古代有一个故事叫 一个成品叫做 叫什么呢 叫灵人窃虎之仪 有没有啊 对啊 一个人 他丢了一个虎头 他怀疑这个灵机偷的 他有了这个怀疑之后 他看到这个人啊 他说什么 他做什么 他不是像这个套的虎子的样子 因为他经常找到虎头的 再看那个人 他怎么说怎么做都不像是套的虎头的 这是什么东西啊 便记所执色 这个影像 完全就是你用你的情绪 考虑到对方的身上 然后你把他的所有的行为都会 都会赋予他这样一层内涵 所以就是便记所执色 那么还有自在所身色 自在所身色 就是菩萨入定了之后啊 就是所长的这些境界啊 这些定境啊 那么就是属于自在所身色 那么这五种颜色啊 都是属于意识 都是属于意识啊 他发现出来的 都是属于我们的意识 单纯的意识发现出来的 或者说他要通过意识 才能认识到这样的颜色 而不是颜耳定的身啊 所能够颜的 所以这五种色叫做 法处所色色 看看有什么问题吧 我是特别说 色法是二所现已故 就是色法是心法 和心所法显现的影像 但是这里是九页呢 说色法的话 言耳及格生意 又称为五根 他说这五根的话 有出生和根上意 是实所依之根 就是心法的话 实要依之就是色法 这是他的所依 但是前面又说 折法是心法的显现 然后这里又说 这个折法是实的所依 这就能有没有好项 那你觉得呢 我听说不能换通 就是实把折法造出来 然后实又依这个折法 才能有实 这就觉得他不是互相理数了吗 好像哦 好像哦 这个 这个 这个它是一种相互的 这个人喜欢呢 你不要去追求啊 这种 先和后的问题 先和后的问题 就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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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个 心和相细 不要说哈 还是先有 这个 先有色法 这个 还是先有心法 按你这个理论 如果说 那按照道理应该是先有色法 然后还有心法 可是如果先有色法 那个羹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你说羹从哪里来的 五羹从哪里来的 这五羹 它是第八十的 是不是 他还有第八十 去淘汰啊 之后啊 然后 还有这个五羹 而五羹的存在 他始终都没有离开这个八十 的作用 所以他还是不离我们的八十 尤其当我们的羹去 当我们的十场生 十七热十羹的时候 维持甲呢 不离 不离也就是说 你的十七认识这个禁的时候 这个 这个禁是没有离开你的十 这个禁是没有离开你的十的 这个五羹的存在 他还是没有离开 他没有离开我们的八十 他又没有离开我们的八十 所以没有离开八十呢 就是 他本身也是由八十 尤其是第八十 所显现的 那当我们每一个十在 在产生作用的时候 同时他又能够呈现出 当然他又能够呈现出 下一个影像 那么呈现着这个影像 他也还是没有离开十 你要这样去认识 如果你要孤立的时候 哦 就是因为先有根 然后才产生十 才根 因为根是作为十 根是作为十的 生起的阴影 所以不能说 这个 这个 这个十是根 简现的 但事实上 十也是根生起的阴影啊 如果没有十 哪有根啊 没有友情的心思 哪有的 哪有我们的有根的存在啊 所以你不能光是 落入到一个 偏样的一方面去考虑 是不是 有人说 啊 这个太章啊 你说这个十是你 禁止你的十所显现的 哎 那这个李世民 什么这个 这个秦始皇 哎 这个 这个 这个谈朝的那些东西啊 是不是你的境界所显现的啊 你都说自你的境界所显现 那谈朝的时候你还没有出生 人家这个太方已经在那里存在多少年了 什么意思 你的境界随便啊 你要离开这个世界 人家太方还照样存在的 有没有这个道理啊 可是维世要告诉你的是 你现在有认识的太方是你的境界所显现的 你所言的没有离开你的认识 并不是维世不要更成是维我 你要变成为我啊 那就要出问题了 还要没有你 你就变成上帝啊 没有你啊 这个地球就不赚了 就很多人会把维世理解成为我了 真是不对啊 维世只是告诉你 你现在认识到了 不管太方如何 什么时候存在 但是你现在认识到的太方 是你当下 是你的意境告经的一个太方 他没有离开你的认识 他是介入了你的意识的色彩之后 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太方 是这样子的 所以从维世的角度来说 每一个旅行都有一个世界 每一个人都是 每一个人都会写进入一个世界 每一个人的世界都是由自己的认识 每一个人认识的世界都没有离开自己的认识 每一个人认识的世界都是自己的幻想的认识 他这个随法脑都是由于根本的繁荣而起 他没有单独的字体 以前的十一个我都说了 有任何一堪生之为表现方式 有的是他的一天神 还有自己一天神 他这个无常无忽的识 他也没有说随法脑都是没有字体 就是有一部分是以根本繁荣建立起来的 还有一部分是有字体的 他不是在根本繁荣的引发之下产生的 他自己还是有他自己的字体 有一部分是有 有一部分没有 比如我们前面讲的那些 尤其是小谁繁荣里边 这个共恨脑啊 怒啊 这些 他是 他是属于根本繁荣的 不同表现方式建立的随法 那还有一部分是有啊 有他的支持的 你呀里边追读 刚才 这是1子 三子 这里是刚才 1子 3子 凌鱼 4子 simply 感谢观看